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从来没想到我会到桌球来 可能也就在岗位上飞下来以后 想是天能值得去 当我知道我到桌球以后 坦率讲我的人生规划没有这个规划 我可能一开始的想法是不太远远回来 我觉得因为我对桌球了解不多 对中国桌球了解也不多 我在上岗工作那么多年 每天晚上睡觉都很安稳 这三个月到桌球 可以说每天晚上睡觉都不太踏实 都是想着中国桌球会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的事情结果明明大众会不会满意